今天想介紹這枝Foreo Quill的唐金筆 這枝唐金筆有四個筆頭 fine tip standard tip bold tip 和平頭的collegraphy tip 我多數會用fine tip和standard tip 一枝單買一卷唐金筆 另外一枝有fine tip standard tip和 bold tip的套裝 這枝有三卷唐金筆 金銀銅色也有 另外一卷貼紙 我稍後會介紹這枝唐金筆 我們需要的工具有唐金筆 唐金紙 就文膠紙或washi tape 和一個充電器 因為這枝唐金筆是需要連接到充電器去使用的 我稍後會示範在不同的物料上做唐金的效果 我會示範在紙上 手造紙 木板 和皮革上 都會示範給大家看的 好 首先我會示範在紙上 在唐金之前 我們要先預熱唐金筆 所以我們要把唐金筆 連接到充電器 預熱大約3至5分鐘就可以了 好 好 接著你就可以把唐金筆 剪到你想要的尺寸 然後用皺紋膠紙 貼上去 用皺紋膠紙或washi tape 就可以不容易弄破那張紙 好 這樣 這樣 黏的時候 盡量唐金筆不要黏得太鬆 因為黏得太鬆 就很難寫的了 一會兒 好 我會用 標準提示 來試給大家看 好 我們唐金的時候 有什麼技巧呢 我們這一枝的 唐金筆 在速度上 按照我們平日寫字的速度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 力度 力度 盡量輕力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 壓得越大力 其實效果是 越差的 所以 只需要 輕輕力在表面上 按照就可以了 譬如 我示範寫個K字 這個就是 會是 烤在紙上的效果 理論上 你 如果物料 越圓 烤出來 是越美 例如想在这些硬的卡纸上去烫 要烫的速度越快 烫出来的效果就越漂亮 你可以参考我刚才烫这一只字的时候的速度 然后我会示范把手造纸上去烫金 手造纸的纹理会比较多一些 但我试过都可以烫到的 我也是写个K字 所以我卡在导致纸上去烫一只 现在真的有所的以前的纹理 即使是要用这种感觉 是用手致纸上去烫的纹理 你能看到 其实都烫得很平均 现在示范皮革上烫金 我觉得在这么多种物料之中 在皮革上烫金的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物料比较软 所以烫金的速度 会比烫在纸上更慢 让大家看看效果 接着示范烫在木板上 接着准备范烫在木板上 雖然木板比较粗糙 但烫出来效果也不错 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四个字都是用同一个笔头去写 但你会看到的粗糙会有点不同 因为它在圆形的物料上写 它出来的线会比较粗糙 如果在比较硬的物料上写 它出来的效果 线条会有一些 我看到比较多人会有兴趣在皮革上写糖 所以我会试试 fine tip的效果 给大家对比一下 一会认试 这个就是fine tip的效果 如果你想有粗幼线的效果 我建议用fine tip会更好 用fine tip写完一次后在粗线位的线条再补一补笔 这样就可以做到粗幼线的效果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对这支笔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问我 另外如果大家有兴趣买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online shop下单